大家好,这期视频和大家聊聊《琉璃》这部电视剧 本视频素材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 《琉璃》是由程毅、袁冰炎、刘学毅、张雨希、白树、侯梦瑶领衔主演的东方玄幻仙侠剧 该剧根据十四郎小说《琉璃美人煞》改编 讲述了天生六十残缺的少女楚玄姬和黎泽公弟子宇思凤在面临爱情与前世阴谋的双重压力下 携手共队百般腥风血雨,缔造了一段极具色彩的仙霞传奇的故事 女主玄姬之前是修罗界战神 与腾蛇的主人交好,由于修罗开始都未分化性别 基本认定为男性,由于修罗界野蛮是血,天界难以抵挡 所以腾蛇的主人自私地把当时的女主肢解重新组合 变成女身,其心智被装入琉璃盏 而用琉璃做了一颗玻璃心给女主装上了 所以女主心智未开,无欲无碍 玄姬因违抗命令没有抓获魔戒首领 被伐下戒,必经时生时世 前九世都戾气不减 而且每一世貌似都是自尽而亡 第一世是武姬和秦师 武姬的武天下第一 秦师的秦,无人能敌 秦师曾对武姬表明心意 武姬放火烧了武方 秦师愿为他赎罪,葬身火海 从此只剩武姬一人 第二世是女帝和王爷 女帝利用王爷登上皇位 王爷明知被利用,却甘之如遗 助女帝平定天下,无奈功高震主 女帝赐王爷一杯毒酒,会表忠心 王爷一饮而尽,只为家人安心 女帝终是一人享受这天下 第三是王国公主和将军 公主处心积虑,接近将军 将军对公主一见倾心 愿将世间所有美好送上 可公主心中只有国仇家恨 公主暗自勾结将军的仇家 亲手将将军送上断头台 将军心如死灰 公主冷若冰霜 第四是盲女和神医,神医为让盲女重见光明 将自己的双眼换给了盲女 自此江湖上再无神医的传说 而盲女潇洒转头,没有半点留恋 对神医的心意示弱无睹 第四是杀手和杀手,他和她都是杀手 他冷血无情,他为她疯狂 最后关头只有一人可以活着出去 他愿将生还机会双手奉上 只为家人安然无恙 第六是刺客和世子 世子曾对刺客惊鸿一瞥 刺客无心,接下了刺杀任务 将见毫不犹豫的刺向世子 世子倒在刺客面前 最后一眼依然冷若冰霜 第七是妖女和少侠 少侠与妖女相遇相知 少侠逼不得已欺骗了妖女 别人口中的妖女却是少侠心中的挚爱 怎料正教讨伐魔教,魔教被灭 而少侠终究死在妖女刀下 第八是伟太监和皇子 他女扮男装,接近皇子 两人一结晶蓝 相处之下皇子发现他的女儿身 从此情根深重 他家人遇害 他误以为是皇子所杀 崩溃之下拿起匕首,刺进皇子的心脏 皇子至此都不明白他为什么杀自己 第九是师妹和师兄 师妹和师兄自小青梅竹马 师妹误入歧途 师兄试图挽回 师妹失手,错杀了师兄 匕首落地 师妹原本冰冷的眼中流下眼泪 露出了道不明的情愫 却无法挽回 这一世,师妹终于为师兄而哭 楚玄机和宇思凤是两人第十世的故事 被选作修仙人之女 天界希望他可以花去力气,重新有所作为 因着前世一场惊心动魄的阴谋 玄机从修罗族杀星转世成为凡人 成了五大门派之一的少阳派掌门次女 楚玄机慵懒外表下 是一颗琉璃般清澈冰冷的心 前世种种因果 让他今世丧失六十 与常人有益 三花比武大会即将在少阳派举行 掌门楚磊的大女儿 玄龙机灵能干 被为以接待各派参赛弟子的重任 二女儿玄机懵懂懒散 荒废无意 因污入秘境被处累伐去明霞洞撕滚 黎泽公少主与司凤乌闯入明霞洞陷阱 与玄机一见如故 劫下有意 玄龙在簪花大会上 与别派弟子巫童起了冲突 狠立的巫童实施报复 误伤玄机被正派驱逐 而重伤醒来的玄机却因此意识到 自己废柴行为的不良后果 发誓好好习武 不再连累他人 四年后 玄机武艺精进 获得了下山历练的机会 魔族天虚堂 意图夺取五大派看守的四把灵池 已救出魔域左始无之起 进而利用神奇军天侧海 复活千年前被天界战神斩杀的魔杀星 由此展开了一系列阴谋 巫童背叛正派 联手魔教天虚堂 意图称霸江湖 整个武林岌岌可危 下山历练的楚玄机 与双胞胎姐姐楚玲珑 师兄钟敏炎 以及与司凤一起 历经各种磨难 并在司凤的点拨下 学会配合与信任的要义 此时已经领略人间真情的玄机 不再是懵懂少女 她坚守正义 驻武大派一起 打败了魔族的重重阴谋 过程中 玄机意识到 自己六十丧失给亲人和朋友 造成了负担 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在意的人 她一路寻找 幻结八荒镜碎片 并逐渐恢复了六十 最终恶人扶珠 武林恢复平静 玄机和司凤 也收获了珍贵的爱情 玄机的前世 是雌雄同体的阿修罗 师战神将军 因为被白帝辜负 摄取了魂魄 便选择了天和之女的身体 重塑人身 转世之后 成了楚玄机 而司凤前世是天和盼 最早生起的一颗星 是星君 他对之女 非常深情 在之女死后 一直在追寻着 和之女相貌相似之人 为此感动了 上天转世为金翅鸟 妖与司凤 最终玄机和司凤 走到一起了 司凤度化了 玄机身上的煞气 两个人最终结婚了 并且还有了宝宝 玲珑最后 跟钟敏妍重修就好 两人原本就是夫妻 但是玲珑中途 因为被巫童爱上 被控制后黑化了 做出了很多 伤害钟敏妍的事情 不过最后 还是变回来了 巫童是一个 悲惨的角色 由于和少阳派的过节 被五大派追杀 失去一条腿后 投奔了元朗 最终堕入地狱 结局中 被正派给杀死 虽然她很可怜 但终究还是做错了事 白帝最后 被玄机砍断胳膊 以此谢罪了 她为了天界的安宁 选择背叛好友 错过姻缘的她 赴救千年 若玉是最悲惨的人物 妹妹被强抢入宫后 折磨而死 自己也跟着疯了 后来还被迫刺杀 还有私奉 钟敏妍 若遇最后精神恢复正常了 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紫胡为情而死 为了喜欢的人 等待了上千年 一直喜欢着吴知奇 最终为了心爱的人 死在了巫神手下 吴知奇跟紫胡相爱千年 两个人互相喜欢 两个人的感情 在剧中应该是 除了主角外 最感人的 每当看到紫胡 对吴知奇的痴心守候 不知为什么总想到紫霞仙子的那句话 刘一欢费尽心机偷得天眼 只为看见女儿转世 不曾想到妇女怜心 女儿为其偷天眼挡劫 重回冥界 无法轮回 遗憾终生 东方夫人在剧中 由赵英子饰演 也是一个悲情角色 她嫁给了不爱的男人 但却爱上了一个妖魔欧阳管事 虽然是两情相悦吧 但最终还是因为 人和妖书图被抛弃了 小说中 没有交代她最终的结局 但是电视剧里 应该会补充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关注